作曲 李宗盛 这一集的嘉宾你一定认得他 曾几何时你以为天气报告很满吗 他就以特别的方式来吸引你 一句跳出香港 皆知学问 有人说他半途出家做了生意人 其实我认识的他 很早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形容他是一个有生意头脑的女人 他是黄远曼 阿西有没有想过当年报天气一句 跳出香港会成为你其中一只马的马名 是 这些祭遇是否很有趣 我觉得也挺奇妙 因为我又是一个不太计划的人 但人生就一步步走到现在 当时跳出香港的时候我不是故意说 我是说跳出香港这个地区 我们去看看世界各地的天气 因为我很紧张 你当时报天气 你们新闻主播会很鸽定 天气好像比较聊天 我自己随口一句 而且那时要走一走借位看看地图 我变成不紧张 就好像跳了一跳 那些人就觉得好像很有趣 就记得低了 记得现在 是的 那我就好 就一个口头善 就不断地跳出香港 还要说就是赛马 因为其实为什么说出你的马的马名 跳出香港 就是因为你在我认识 和你先生 都是我身边的朋友当中 最喜欢赛马活动的一对夫妇 我想问为什么这么喜欢赛马 现在也有基因 我两个女儿都喜欢 是的 是的 一个大女儿很喜欢 我想我先生他从小到大都培养 我当时是帮马会做折磨 那时就一开始是本着 你做主持 你都要知道那样东西是什么 然后开始研究 发现原来赛马的世界很大 譬如有一些很有趣的词语 赛马的时候坐包箱、抢口 很多这些词去学 然后我又试过去帮马做鞋 然后又发现原来要看往迹 看马的血统 骑斯、练马斯 我就觉得挺有趣的 那么就开始 但你觉得的乐趣在哪里呢 我想我先生就是家庭影响 另外就是有一种考眼光的满足感 每一场十几只马 为什么这只马适合跑这套程 为什么这个骑士配搭具就是最好 有时候看到好像一个比赛 看到他得了冠军 你会觉得很开心 我自己看中了这件事 加上大家之间有交流 那是一个共同话题 你有很多兴趣 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兴趣就是做饭 例如我们身处这间餐厅 就是你开的 当初又怎么开始呢 是一个意外 我说人生的奇妙之处就是这样 可能跳出也是一个我的人生的注定 我当时做开主持的 有写的东西 刚刚结婚之后就觉得 不如去圆一个梦想 就是很想去外国读一些东西 怕结婚 好像现在生了女儿 你都走不了 所以趁着那时 结婚就立即不如找到地方去 学面包就是想着很实用 给小朋友吃 学完不怕荒废 每天可以做 所以才慢慢学完 不如做给朋友吃 做给街坊吃 开面包店 不如开餐厅一起吃 就是一个没有预备之下 慢慢发生出来的事情 不容易 整个过程有没有艰难的事情 因为我还记得你 你开第一间烘焙店的时候 你刚刚拖着大女儿 我也有你开个开幕 是 是 一定是辛苦的 因为创过业 或者做过餐饮的人就知道了 始终很困身 或者某一个很没有生意头脑 或者经验的人 始终是文科出身 你一个生意 可能涉及很多的营运 管理 一些资金的计算 我想也是慢慢受一些教训 慢慢爬过来 即是都是边学边做 是吗 是 绝对是 到现在真的学了很少一部分 尤其是陀女 每天上班前就会吐 开一下会又想吐 肚饿又吐 吃得太饱又吐 对 中午又睡觉 身体上是累的 但当时亦给了我一个 精神上的支撑 我觉得陀子的女儿 因为其实很有影响 我觉得如果性格乐观 她出来的性格会比较开心 所以我尽量自己放松 去做这件事 你现在已经生了第二个了 你觉得生第一胎 和生到第二胎 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 绝对有 很不同 第一胎一定很紧张 觉得很害怕 为什么她留了两滴鼻涕 她好像晚上睡得不好 很多这些东西很担心 但到现在的大女儿就很淡定 我发烧 不然她们到38.5都可以 但她说 我留鼻涕 这么小就不要吃药了 等她留下就行了 所有事情不要太紧张 那你可否分享一下 你和先生和女儿 家人的相处 是否跟一个共同兴趣 是很重要的 等你跑马下马 我想我们的相处 可能是好朋友吧 因为现在的爸爸很会跟女儿玩 女儿又很像爸爸 真的是前世的情人 女儿现在不知是否很早熟 小朋友 两岁多好像什么都明白 你什么都可以跟她商量 即是我们明天两个去跑马 你来不来 都来的吧 都来的 对 好像这两天都适合她 或者你想穿什么衣服 你觉得哪只马漂亮 她都会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一个商量 或者沟通 或者有时候我们都给很多时间陪伴 我绝对相信 那两个女儿应该都会遗传 你们喜欢赛马的兴趣 可能是家庭的氛围 因为很小时候 根本就不会让她看电视 但是我们连电视剧 什么电视都不会看的 即使不要开电视 因为害怕孩子始终的眼睛不好 但有时候会忍不住开 就一定是跑马的时候 你自己真的很想看 他很小时就看到动物很有趣 会跳舞 有生命 有时候带过他去喂红萝卜 其实他就像动物之间的相处 所以他喜欢那件事 最后说回这间餐厅 你明明是开一个烘焙店 明白吗 但是隔了不久了 有没有一年还是两年 就已经变身开了一间餐厅 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因为其实在我心目中 很多人的眼光中 其实是两档不同的生意 所以这就证明了我的人生 是一个缺乏计划的人生 生女的时候就走来开店 而且开店 其实这里也有很多事情发生 例如我有卖面包 有卖甜品 然后有做晚餐 然后其实我有一些教班的地方 又会邀请一些外国的厨师 冠军师傅来做一些专业的培训 可能我个人贪心 我想开棉包店的时候发现 棉包师傅很难请 所以我就决定开班寿徒 有些专业的过程 然后觉得吃棉包不够 甜品也很好吃 然后我喜欢喝酒 喝酒不如当然要有一些 下酒的小菜 还有我觉得一个地方 如果把很多美味的东西 放在一起的话 一班朋友都会很开心 我和大家有共同朋友 会喜欢一起吃饭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顺其自然发展出来的事 我都没想过会有 下一个步骤 未来可能是开更大的派对房 叫多些朋友来玩 我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样 现在我可能想读书 觉得原来慢慢经营生意 发现以前读书真的不够 现在才知道很后悔 小时候不多读 因为以前是读新文系 已经是做了记者 但现在做生意的时候 发现太多经商的一些 或者管理的一些 实践的经验是很缺乏的 所以又想再学多些去进步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在这间餐厅里面 你最喜欢吃什么呢 我当然会说每样都好吃 但如果一定要选 我会选选鸡蛋糕 因为我很贪心地 把两款放在一起 一个有三文鱼 一个就是哈加巴马蜜 我在日本吃过一个 我觉得很好 然后放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将它作为全日早餐 你每天 无论哪一天 哪一时段 你都可以吃到 很想试 你找一个来吃 好 一起吃 或者现在吃 好… 好 谢谢Icy的时间 我们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一起说再见 好 再见 拜拜